來關心道 安心旅遊補助 直到10月底 接下來恐怕又是旅遊業的淡季 不過台中市政府 於是是再加碼結合了觀光跟旅宿 只要來台中住一晚 美方就能拿到價值400元的好禮 裡頭是包含了五星級飯店的餐券 還有特色伴手禮等等 民眾除了能夠審核包 更有機會是獲得 一整年免費的泡湯犬大禮 到台中可以來這邊玩 高美師弟被國際網站譽為 一身必遊一次的景點 也可以到台中後花園走大坑步道 到省基新村文青一下 彩虹眷村好好拍 國家歌劇院由曾獲普利茲克獎的 日本建築師伊東李雄設計 大甲必遊鎮南宮 晚上逢甲夜市吃好吃滿 然後台中住一晚 又有安心旅遊補助 來台中撞到西 高美師弟一定要去 台中人也都會很常去 外地人也更推 在台中的話會想吃在地美食 台中市政府10月15號起 祭出安心旅遊加碼送活動 加贈遊客每房新台幣400元毫禮 內容包含五星級飯店餐券 泡湯券 觀光工廠通用券 跟台中知名伴手禮 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上半年來台旅客人次 僅有126.2萬人 相較去年同期597.7萬餘人 大幅衰退達78.9% 少了國外旅客 台中旅館業者很有感 希望可以利用 10月底最後這一波 安心旅遊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次結合了 所有觀光業跟旅宿業 所有都整合在一起 安心旅遊補助到10月底 台中加碼推好康 民眾上網頁分享訊息 還有機會獲得 一年免費泡湯券等大獎 月底前還不規劃 來台中沖一波 記者中部 綜合報導 都已經起床了 回到20月的口日 於10月底下 10月底下 20月中 加碼